郭文貴議員 主席 本院委員 大家早安 連關將近 農民難過 在此呼籲 寒動水傷害農產 政府因樹謀對策 專案補助 今年進入秋冬之後呢 台灣各地連續多日的密集下雨 造成了蘇花公路 嚴重的貪方中斷 到現在還沒辦法通車 更使得我們多類的農產品 包括 宜蘭的金棗 宜蘭的三星蔥 新竹 台中的柑橘 高雄大寮的高麗菜 這些農產品大量落果 以及水傷的情況非常非常嚴重 我們覺得這些連結的農產品 柑橘類 金棗 蔥 蒜 這些都是代表吉祥 連結的農產品 在此時此刻 國人對這些農產品需求量非常大 而且也接近一個採收的期間 但是因為今年的下雨太過的密集 宜蘭縣就連續下了33天 全國各地也是這種情況非常嚴重 這些柑橘類 金棗 三星蔥 高麗菜 等等重要的農產品 接受到程度不一的落果 以及水傷的情形